大家好 我是電腦王阿達 那現代人由於工作跟學習型態的關係 很多人家裡面可能沒有桌機 但大部分的人通常都會有筆電 而依照需求的類型不同 有的人可能就是整天玩電動 或做修圖剪影片這種創作類的動作 那他就會去選擇 效能比較高的 那有的人 日常就是看看影片上網 他們就會選擇 還有些人他們的筆電需求 大部分都是以工作為主 他的需求可能就是能夠隨身帶著手 而且隨開機用 效能就不是這些人主要的訴求 撇除以上這些型態的筆電 其實還有一種變體 他的類型跟商務筆電比較類似 但是他又多一些使用的變化性 比如說更輕薄的重量 更多的使用型態 還能搭配觸控筆之類的設備 來進行創作或筆記 這類型的電腦代表的產品 就是來自微軟的Surface Pro的系列 他也是這類產品的主視野 而今天阿達為大家介紹的就是 該系列的最新產品 微軟Surface Pro 9 我們現在直接來開箱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桌上 有兩個產品 一台就是筆電本體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選配的鍵盤蓋 它還有觸控筆 首先我們先開這一台 筆電本體 最上面就是 變化本體 這個就是它的變壓器 跟它的電源線 這個變壓器呢 它這裡有一個USB的連接符對不對 它本身並沒有傳輸的功能 原廠它有另壽一個叫 Service Dock 2 的一個設備 它本身就具備充電 與HUB的功能 最多這是可以幫你的手機或平板去充電 你如果要用呢 建議你都買個HUB 那這個就是它的手冊 這筆電就這樣子而已 沒什麼 這個啊就是 Service Pro 專用的一個鍵盤蓋 它是磁吸的 而且它還附贈了一個超薄的手冊筆 那我們看一下 東西很簡單 只有站著而已 那這個筆 它這次非常聰明 其實這個筆就設計在這裡 而且它本身是磁吸式的 所以你站著倒 它是不會掉的 非常不錯 那這個東西呢 它是選配的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我個人是建議 還是買一下就覺得好 在開始之前 阿達先簡單過一下 Service Pro 9的一個硬體規格 在開始之前阿達先簡單過一下 那我這次拿到的呢 是搭載Intel第12代 i7低壓處理器的版本 那Service Pro 9呢 它的選擇性很多 由家用的 i5-1235U 一直到 商用的 i7-1265U 甚至呢 它還有支援5G行動上網的 SQ3 ON 處理器的版本 多樣的選擇 可以滿足各種需求的使用者 而阿達手上這台則是搭載啊 採用Intel 7工藝的 i7-1265U 記憶體的部分是 16GB的 LPDDR5記憶體 SSD的部分呢 是搭載256GB 算是啊 Service Pro 9裡面的高階規格 那它的尺寸呢 不含鍵盤的話 是287 x 209 x 9.3L 重量也相當的輕 如果再加上鍵盤跟觸摸屏 它的重量大概會變成 1170公克 厚度啊 則是會變成13.83L 整體來說啊 是單手可以輕鬆拿取 跟使用的一個重量 在螢幕部分呢 它是搭載啊 13吋的Pixel Sense IPS觸控螢幕 表面覆蓋成啊 第五代的大信心玻璃 解析度啊 是2880 x 1920 3-2的一個比例 100%的SRGB覆蓋 更新頻率啊 高達122支 不管是滑網頁 或看影片都很流暢 如果搭配啊 微軟自家的觸控筆的話 會更加的好用 不論是啊 會議記事 或是會圖創作 都很靈敏 看影片時因為它支援 所以它的聲音非常的震撼 螢幕峰值亮度啊 高達啊 450尼特 非常的亮 個人建議日常使用 亮度調到50%左右 會比較好 使用起來會比較不刺眼 而且續航也會好很多 在螢幕上方啊 則是配置了一顆 支援Windows Halo 臉部解鎖的IR鏡頭 可透過紅外線 進行臉部辨識 還有啊 1000萬畫素的視訊鏡頭 可拍攝最高啊 4K畫質 讓你進行視訊會議的時候 不會一直馬賽克 那在機身部分呢 它採用鋁合金材質打造 磨砂的觸感 摸起來相當的舒適 而且也不太會沾指紋 在它的背部啊 設計了一個 可張開的整合式支架 最大可以調整到165度 日常使用非常的穩固 在它的支架內側呢 則有一個蓋板 只要壓一下就能打開 底下呢 則是內建一個M.2的2230 SSD 如果想自行更換升級容量的話 基本也沒什麼難度 另外在它的機身背面 有一顆1000萬畫素的鏡頭 支援啊 人像背景模糊 自動電框 跟眼神接觸的功能 IO部分呢 則是Service Pro 9的短板 它只有兩個Type-C的連接埠 不過因為它支援Souterboard 4 所以不論是充電 外接螢幕 或外接各種設備 只要準備一組 不到1000塊的HUB 就可以解決了 但是呢 我覺得比較可惜是 如果啊 機身直接內置一個讀卡計的話 那就更完美了 另外 它也沒有3.5mm的耳機孔 這點我覺得有一點可惜 那電源部分呢 它是使用了磁吸接筒 只要輕輕靠近呢 就能開始充電 不過因為變壓器啊 本身重量也要100多公克 而且它沒有HUB的功能 個人建議啊 直接帶一顆PT充電的小插座 在出門的時候 就不用再多帶一些 有的沒有的充電線在身上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效能的部分 Service Pro 9呢 它本身呢 符合Intel EVO規格認證 處理器部分 它的架構是使用了 兩個P核跟八個E核 共12線程 最高TDP啊 設定在15 這樣的配置啊 就是以省電為主 顯卡部分呢 則是搭載Intel的X1內顯 我們使用Cinebench R23 單核測得1008分 多核是5135分 以低壓處理器來說 這個表現算是非常的不錯 用PCMark10延伸辦公場景呢 它的成績呢 是4158分 影片邊解碼能力呢 則是支援了 播放高解析度的影片 或做輕度的影片剪輯 都不是什麼太大問題 雖然說啊 這類型的二合一筆電 應該沒有什麼人會拿來玩電動 不過啊 我也簡單測了一下遊戲表現 Tonspy的成績呢 是1689分 Waterline呢 是測得1248分 Flyststrike則是測得3409分 NineRade則是測到13,025分 在日常使用的時候啊 聲音非常非常小 風扇也幾乎不太會轉 如果你玩電動的時候 它的風扇就會稍微轉起來 那我測了一些傷害大作 原則上你願意開低畫質 其實也是跑得動啊 不過這種電腦 個人是不建議說 你就這樣折騰 太累了 好接下來我們講到續航部分 Service Pro 9呢 它搭載了47瓦時的電池 因為機身尺寸 跟它的厚度跟重量限制 所以它也沒辦法塞更大的電池 官方號稱 日常可以使用15.5個小時 那我自己實測 如果你一直播放YouTube影片的話 在亮度與音量調整為50%的狀況下 由100%到10% 大概是撐了5個半小時左右 那如果你使用 PC MAX 半空場景 進行續航測試的話 則是可以使用10小時27分 這樣子的成績啊 也足夠日常在外辦公一整天 Service Pro 9呢 我覺得啊 它是對於一些 經常需要參加會議 需要記錄筆記 畫重點的商務人士 或上班族來講 真的相當好用 尤其是搭配它另購的磁吸鍵盤 還有Service超薄手切筆2 這個手切筆啊 它可以收納在鍵盤上方的凹槽處 一往上折 它就收納起來了 而且你只要把筆放回原來的位置 它同時也會開始進行充電 這一點我覺得相當的智慧 在折起來的時候呢 這個角度剛好有一個斜度 也讓鍵盤有一個基本的人體工學角度 輸入文字時也比較方便 不論是筆記 或者是進行各種的創作 都會讓使用者像如虎天一般的使用 阿達也邀請了知名圖文作家海豚懶 來進行試用 今天阿達非常榮心的請到 知名圖文畫家海豚懶先生 來體驗一下Service Pro 9使用心得 那它自己本身呢 也是Service Pro的一個使用者 那你自己覺得啊 你現在正在畫 你覺得跟之前的Service Pro 或你現在在用的像iPad 還是像三星的平板來比的話 它的差異性是大概差在哪邊 我覺得跟前代比 它的比 因為我以前用過兩代的Service Pro 然後覺得這一代比是最跟得上那個 另外兩家三星跟蘋果的比了 流暢度啊 還是什麼 它以前比較詬病的時候 比如說我畫線還是什麼的時候 經常會有出現 奇怪的抖動啊 什麼就會斷掉 可是這一代就完全不會有這種影響 而且反應非常的靈敏 就是這代比真的是 完全完全沒問題 以前在推薦的時候 都會覺得 要擔心那個 它的比啊 就是有給軟硬體 跟不上的問題 現在就感覺沒有這種問題 而且我覺得收納的地方做得蠻好的 就算那個 我本來想說那個鍵盤 這個放到下面的話 是不是就沒辦法 結果發現其實它其實可以吸盤一點 而且放上去它就快充電了 對啊 它也是藍牙的 只是要適應的話就是 因為它比是扁型的 所以 剛開始拿我覺得就是 要適應一段時間 但是拿一陣子之後 覺得這個還蠻 蠻好的握的 像那個蘋果跟S-Pen的筆的話 就是 蘋果的筆是那個 最需要那個輔助握久才比較不會通 可是扁型的話 我覺得這個設計久了還蠻 意外的好握持這樣子 而且它那個 好像按底部就是橡皮擦 然後它這邊也有那個 這個一個可以設功能 不同的功能要自己設定 對它可以自訂 所以它等於有 有兩個按鍵可以輔助這樣子 像用橡皮擦功能的 就蘋果的 就沒有這個功能 就是這還蠻方便的 就我在用 Cliber Studio的時候 就覺得 橡皮擦功能真的還蠻好用的 因為以前的話就是 Cliber Studio的優點就是 它軟體是完整的 缺點就是 它的筆跟不上另外兩家 就是以順滑 還有那種支持度來講的話 我覺得還是有差 可是這一代真的可以買 用兩代的筆之後 就是覺得這一代的筆真的是 心目中想要的那一種 而且這台你如果要外出 離開座位 只要這樣子蓋上一鍵 它就會自動休眠 然後先開後 就能夠繼續直接工作 而在安全性部分 現在很多企業都採用混合式辦公 也因此安全性的要求 也變得相當的重要 Windows Hello可以幫助商務用戶 避免在公共場所輸入密碼時 遭到有心人士側入密碼 TP2.0還有簡單易拆卸的SSD 都是能夠確保資料安全的一個設計 講了這麼多 Service Pro 9 是不是感覺非常非常完美呢 它是一款不論是重量 效能表現 功能 辦公與娛樂等各方面 都是相當不錯的商務二合一裝置 如果你也心動的話 它有一些點是你必須要注意的 首先我們剛剛有提到 它只有兩個TP4的連接附 如果有經常外出需求的話 建議真的要去買一組 多功能的高速HUB來使用 另外如果你想要讓Service Pro 9 發揮它完整的潛力的話 這個磁吸鍵盤跟Service 超薄手切筆2的錢 也是不能省的 要沽進去 全部加起來要準備的預算 可能就會比一般的其他筆電要多一些 不過呢 這是我的缺點 不是這個產品的缺點 如果這些特點都符合你的工作型態的話 Service Pro 9應該是目前市面上最好 也最貴的二合一裝置 也推薦給大家參考 我是電腦王阿達 如果喜歡正在開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跟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個影片見掰掰